提的这一些问题 那我刚才有提到 这个有关于军人的退辅的这个部分 会分别来设计 然后这个部分是由国防部来进行 那国防部这边有没有要简单的 我们一个人大概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简单回应一下 为了解决财务的问题 我们聘请了一些财务会计统计的专家 严理了很多配套的措施 我们希望进去解决问题 但是并没有大家服役到65岁 这一个配套措施 如果军队里面看到了兵多60几岁 可能也是笑话 那总的来讲 我们考虑的因素有第一个 我们考虑的是第一个是国家的安全 第二个是部队的安定 第三个是军队的招募跟流营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第四个也给我们的现役 以及退役的袍子的一个公平的对待 以及拥有的一个权益 第五个也让我们的载营的 尤其是继承官兵 他能够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照顾 而愿意全新的来奉献给这个国家 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 我要谢谢大家基本上支持军队这部分单独处理 我也要再花一分钟时间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原因 我们国家不能没有公务员 不能没有教室 但是我们可以不要有军队 那为什么那么多所有世界的国家都要花这么多的资源 去养这个军队 我想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每个国家给军队的待遇 不论是现役或退役 都高于其他的行业 平均的行业 那军队的特性不同 并不是单独要处理的 希望单独处理的原因 而是希望说 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理性的问题 我们放到全国的舆论 让每一个人都在参与 这是不是一件对国家安全来讲 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感谢大家委员的支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争取的过程当中 我也被批评说 喜欢做官又反改革 其实我们都还甘之若疑 因为站在国防部立场 这个照顾跑车 我们责无旁贷 那我们希望凸显军人的价值 如果我们国防部不照顾 我们的官兵的跑车 我们就迫害了我们军人的价值 我们军人的价值最重要的是 我们永远不抛弃自己的伙伴 永远不抛弃我们自己的跑车 大家在看过那个American sniper里面 你们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大家聚焦在说 国家该给军队什么待遇的时候 慢慢的军人的价值 会慢慢慢慢的磨失 我要再说 什么是军人应该有的待遇 就很简单 有人愿意来 有人愿意留 有人愿意全心奉献 为这个国家牺牲生命 再说不惜 军队需要的不是多少数量的部队 不是多少数量的武器 而是多少颗 无私无我 愿意牺牲自己生命 奉献给国家的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